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终于闻到了枝子花的香味 心旷神怡 这就是那颗三周前呢 我在超市买的枝子花 当时呢,这株上面有十个大花苞 非常遗憾 掉了四个,现在只有六个花苞了 其中的两朵呢,现在开了 另外的一些花苞呢,看起来非常健康 应该是不会再掉了 它呢,已经在我的手里呢 现在情形呢,稳定下来了 因为之前呢,可能是在温室里 拿到商场里,再辗转到我手上 这些花苞呢,陆续就开始掉下来 事实上,我前几天呢 去了之前我买花的那个超市 它还有很多没有卖掉 所有的株质 每一个花苞全部都掉光了 因为在超市里面没有光照 也比较冷 所有的花苞全掉光了 一个花苞都找不到 那我的这一颗呢 自从我拿回来以后呢 就一直放在院子里的 这个台子上面 那它有上午的光照 长得还算可以 我一直呢,让它水分的保持充足 然后期间呢 每两天,或者每一天 几乎每一天呢,都有用酵素水呢 喷叶子 喷整株 目前看起来呢,还可以 这两朵花呢,已经开了有三天了 因为昨天夜里呢,下了一场大雨 淋了,所以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的状态呢 并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它还是非常香 事实上在它刚刚开了一点点 还没有全开的时候呢 香味呢,已经就很浓了 怎么说它的香味呢 非常非常浓郁 非常非常香甜 事实上呢,非常好笑 它居然和我旁边的这株 风蓝的味道呢,极为接近 都特别甜,特别香浓 这株风蓝呢 它的甜香呢,有一点香草的味道 Vanilla 多带一些Vanilla的味道 那这株的味道呢 又带了一些茉莉花的味道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两颗花的味道呢 闻起来味道呢,非常的接近 真的是很意外 那就是说,枝子的花的味道呢 几乎是风蓝的味道 风蓝的味道呢 很像枝子花的味道 这株枝子花在我手上的这三周呢 掉了些花苞 但是呢,我觉得它长大了一圈啊 长大了一圈 你看之前呢,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大花苞呢,掉了 你可以看到呢,有一个印子 但是那个花苞掉了以后呢 旁边长出来三只,三个花苞 这几天呢,就很明显 这几天呢,长得很快 整个株枝都比我买的时候呢 觉得大了一圈 又有不少的小花苞呢,陆续长出来 我觉得它现在已经相当稳定了 剩下的花苞呢,应该都能开,不会掉 而且呢,会不断的有花苞呢,长出来 枝子花呢,喜欢阳光 喜欢水分 喜欢酸性的肥料 所以的话呢,我最近用酵素水 浇它和喷它的整株呢 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我有一个朋友呢 说用硫酸亚铁的溶液 每两周浇一次呢,帮助非常大 它有一株很大的枝子花呢 它是从别人门前捡来的 因为这株捡来的时候呢 叶子都是黄的 它从网上Amazon买了硫酸亚铁 然后呢,用它的肥 用它对水来浇的话呢 每两周浇一次 很快,叶子就变成绿色 花也开得很好 我眼下呢,还不打算买硫酸亚铁 因为我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株 我觉着用酵素水呢 眼前呢,还够用 效果呢,目前看来似乎也还不错 现在才刚刚九月初 树叶呢,已经开始落了 很快天气就要冷起来了 我觉得这枝子花在多伦多呢 冬天恐怕不是特别容易度过 当然啦,我会尽力而为 到时候呢,再和大家分享 看看它的情形如何 谢谢